啊 关了 在什么 哎呦 哇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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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看着 拿枪 卧槽 戴瞄准镜呢 多多沙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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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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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这个世界温柔一半 父亲孩子已经 看 看看 这些孩子没有菜 拿两瓶直接走了 你看看菜都没上来 孩子摸到穿了 饿死我了 没有米饭 太可怜了 你可不好好考 好好考考一种类 我看他啥这样的办 尊敬在广南网友 我是青岛律师 蓝庆州 现实名举报 山东省司法庭厅长 杨曾盛 青岛市司法局局长 邓欢礼 滥用职权 指鹿为马 歇死报复政治迫害的恶劣行径 2023年8月2号 山东小林律师叔叔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治公众委员会 提交了一份 关于废除虚心滋事罪的立法建议 网上发布以后 引起网友的寡方关注 也引起了上层的 重视和关注 9月21号 邓欢礼局长到本所调查研究 详细听取 我们关于立法建议的 初衷和上网的过程 获得了理解 并指示 以后立法建议可以提 但不要 网上 操作 我们接受 然而 今年6月底 我们突然接到司法局 因为立法建议之事 要给 于凯律师 和小林律师叔叔 停日之夜 听夜整顿等 处罚预先告知 我们申请听证 然而 听众会现场 外地30多个律师 不能获准 进入旁听 让我们感受到了 这是 完全是在认真 认真的 的组过程 这已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更令人不能接受的是 对退役军人 于台律师 居然以莫稀有的 不交党费 不过组织生活 给予了党员出名的组织处分 回想原因呢 原来 这样的歇斯报复 就是因为于凯律师 在此期间 不断的 向中央组织部 山德省省委 中央办公厅 举报过 山德省司法厅的行事主义 官僚主义 举报过 青岛市司法局 不注视党间工作的情形 所以 获得了他们的 报复 我想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 依法行政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司法厅司法局 本身就肩负着统筹社会 法治建设的重任 杨庭长邓局长的行 在我们这个事情上的做法 完全不配 在这样的岗位上继续认识 所以为了青岛山东的 法治影响环境的健康发展 特此举报 希望广大网友 关注转发 希望上级有关部门 尽快的给予调查处理 谢谢 实名几报 重庆市民政局副厅级干部周思寅 利用职钱贪腐 曾以父母名下的财产高达十多个亿 利用职钱帮助老公何明川 办理假经官证 假身份证 逃避法律责任 我已2023年11月20日 向重庆市集委实名几报周思寅 贪腐时 他才是一个处级干部 我几报后 在集委等领导的包庇下 他没有被任何处理 反而提升为副厅级 周思寅背后得有多大的势力和靠山 导致我多次挤报上访无果 为此我在此披露 希望得到中纪委和上级组织的重视 给我们老百姓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自由 幸福 世文宏 тяж优秀 干部 高吉利 扶刀 江原 公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含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分野生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生又有生晒生 白生 红生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生口服液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造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生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六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